嗨 大家 早 我住店了 终于住店了 为什么要住店呢 是因为我 感冒了 应该是感冒了 在这个床上面整整躺了三天 今天是第三天了 好很多 刚才洗了个澡出了一身汗 好很多了 先开始在躺这三天的时候 我还在想是不是阳了 因为看报道啊 最近洋的人也挺多的 所以我在当地就买了这个玩意儿 然后也测了 结果出来了 一道杠 没有 那证明我还是遭凉 感冒 所以说 溜盘水真的不愧为凉都 然后我可能是太凉了吧 昨天 上次参加遗嘱的活法节 晚上玩的很晚 晚上睡觉的时候 感觉还蛮静心的吧 不是当时还烤火了吗 觉得身上很温暖嘛 所以窗户 就是车窗没有关上 所以说都是敞开的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 头昏沉沉的 就有点不舒服 然后喉咙疼 这两天就咽口水 就像刀片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是不是又羊了那种感觉 药都吃完了凉板了 所以大家记住哈 到这里来 溜盘水来 一定要记住 别贪凉 很有可能会冷感冒 夏天也会冷感冒 啊 就是 我是真的历史哈 躺在这里 躺在这真的三天喝开水 一不停的喝开水 今天准备退房 就准备走了 好转了 好了很多了 明显好很多了 虽然现在就有点虚 洗完澡后头上冒汗 注意哦 别贪凉哦 哇塞 这个路 哇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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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什么路啊 这 这上得来吧 啃我 这四区才上得来吧 刚才走这 哎 我本来不想下来的 有个人在后面 说可以下 我下来了 但是我没看到他下来呀 再怎么走 天呐 不知道了 我不是感冒了吗 贵州的水 我估计是玩不成啊 水都很凉 本来温度就很低 对不对 但是 贵州还有温泉 我可以去洗一下温泉 泡一下温泉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 废了九流二虎之地 正好也在 六盘水 韩州附近啊 有个野温泉 但是我看了一下啊 已经不野了 完全就是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出名了 但是这条路真的是非常难走啊 刚才看到了 我现在很担心 我等会回不回得去啊 应该有个 五十多度的坡 然后还是那种波浪 波浪的那种路啊 来看一下温泉 野温泉 不要钱 这还有卖些烧烤啥玩意的 好多人啊 这已经不野了 这已经 这里就是温泉了 温泉在这下面 温泉出泉的出水口在下面 哎呦 这个地方有个有个有个有洞 然后这边就是河 看到没 这个水就流到那个河里面去了 颜色都不一样 这边颜色非常清澈 这下面人多了哈 把下面那个 那些沙子啊沙啊都已经扬起来了 我这边这还有一个拿的 脚 脚脯的是准备潜水是吧 这个洞 接下来有个洞 不知道多宽啊 听说是有15米的 这边很多当地人或者是 游客啊 像我这样子 慕名而来呀 哇 这还在这儿洗澡 看到没 这儿洗澡 我已经下水了 这个水里面感觉是一股冷一股热的 因为它这边属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泉水 那边是凉的 那这里中间那个地方 听他们说中间地方是温泉 是热的 所以水里面是一股冷一股热的 就越往中间走可能就只有越 哎呦 就越哎呀好老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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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30度 这确实有30度了 我也是有备而来啊 看到没 我们家小孩的这个全我拿过来 可以来看一下里面那个洞 这个洞倒是什么样的 水太浑了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这个水里面有鱼 有那种小鱼 就桌里的脚 就像那个鱼寮一样 一只贬费鱼寮就坐着 人太多了 水也看不清 人少一点就觉得好一点 有点心 有点心 有点脱澡 哈哈哈 幸福啊好幸福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早 昨天 到了温泉那个地方 人很多嘛 当地人很多 但是我很喜欢这边 所以我就没走 今天一晚上啊 昨天晚上就在这 今天早上起来以后 没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野温泉 独享的主流温泉 这个温泉呢 是一个野温泉 嗯 是六盘水 是童子树村 温泉农庄 收这个地址都能够收得到的 哇 真的没人呢 你看看 昨天晚上其实我也下水了 这温泉吗 对啊 这是怎么怕呀 对啊 第一次到的 你这边不敢 这边比较深的 那地方比较深的 啊 这边十多米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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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熟 你看这个水 现在人走了以后水是不是清澈很多 这个水的颜色 那边留下来是山上的水 所以那边是偏冷一点的 昨天就在那边下的水 后来昨天晚上我就到这边来下水了 你看这还有鱼 看到没 现在没人的话 应该是水非常清澈的 昨天人太多了 它这边就把底下的泥沙全部都嚼起来了 所以看着它比较浑浊一点 今天下去感受一下了 独响 独响一下 是温的 是一种温的感觉 晚上的时候还是有点太烫 所以晚上就是敢在路边烫了一下 ս Π 1 2 2 3 2 1 2 2 2 3 2 3 3 4 5 5 6 6 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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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很怀疑我这辆车能不能开出去 所以早餐也不吃了 赶紧收拾东西赶紧走 趁他没下雨 这么美的地方 一个人我真不愿意走啊 就这样了 拜拜了 拜拜 拜拜